许忠豪的身体状况恢复的非常的不错 今天在篮下的几次进攻 看郭浩文上了 这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今年其实最关注的新人之一 就是郭浩文 现在上场的26号 是一个身体天赋非常出色 进攻能力很强的18岁的小将 看许忠豪杀进去再转移 外线郭浩文速度非常快 起来 这个球分得很不错 其实 但是有点出心不意 这个队友接起来没接好 抢得很凶 八一队还是断下来 郭浩文 这个球处理的不太理想 一位外线的封线的射手 他现在是外线最稳定的 也是上海对近年来 最值得依赖的一个射手 郭浩文 可是不是自己打 吉庭来一个两分球 漂亮 能看出来 这个小将很自信 对自己的进攻 对自己的身体天赋 是极为自信的 郭浩文 就是 这是 还是不进 还是有前场篮板 八一队今天在篮下的冲响 非常的凶 这一次进攻 八一队抢了 有三到四个前场篮板 看刘伟怎么处理 掉进去 董哈林机会出来了 可惜还是没打住 吹了郭浩文的犯规 这个球 朵哈林 其实机会非常的好 可惜 自己手上的活始终是没练出来 许中豪 抛一个 这个球 反正不是许中豪特点 这个防守 八一队 刚才这次进攻 冲向篮板 冲的比较凶